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這麼危險的時刻 我想請問一下 始作俑者在幹嘛 來 這兩位不就是始作俑者嗎 一個叫拜登 一個叫裴洛西 我跟你講我現在已經不相信他了 拜登攔不住他 我已經不信了 我告訴你他們就是串通好的 就在演戲 還在那邊裝 還在那邊演 以為切割 來 那這一個把裴洛西派來的人在幹嘛 他在吹冷氣 然後打電話 召集國安團隊 然後討論要如何維護自由開放的印太 謝謝你 等到你討論好記得跟我講一聲 那另外一個呢 大搖大擺的跑去韓國 去享受他畢業旅行的第四站 這兩個罪惡禍手 擠了一些吹冷氣電話會議 一個跑去韓國繼續爽啊 留給台灣的是什麼 我就講啦 雞蛋還是雞屎 一堆雞屎嘛 所以今天呢 包含了華春瑩 這發言人 包含了王毅 都有出來直接對著裴洛西開炮 尤其是華春瑩這一段 我覺得大家可以花點時間聽一下 我們準備好了嗎 為什麼還沒有呢 有為什麼沒有 來 佩洛西的民主 不過是一件爬滿了獅子的袍子 乍看華麗 近看不忍阻賭 佩洛西想憑藉此秀 到底流芳百世呢 還是一臭萬年 相信歷史會做出公正的答案 美方在台灣問題上背心弃役 公然玩火 與14億中國人民公然為敵 絕不會有好下場 佩洛西串訪台灣 她就是一場非常醜陋的真人秀 你說到有關水域的航行自由問題 我們從來沒有看到 有關的水域的航行自由 有任何的問題 我認為你倒是可以多關注一下 美國的軍艦和軍機 怎麼就不遠萬里 來到了中國的家門口 大搖大板的炫耀 努力呢 當一個中國原則得到充分 和認真的遵循時 台海就可以保持風平浪靜 而當一個中國原則 受到私益的挑戰 甚至遭到破壞時 台海就會陰雲密布 甚至出現狂風暴雨 有沒有狂風暴雨我不知道 但是按照剛剛求書告訴我們 已經出現了這個飛彈雨了 已經出現飛彈雨了 來 為什麼 這個華春怡罵得這麼兇 爬滿獅子的袍子 乍看華麗 盡看不忍足堵 到底你會一袖萬年 還是流芳百世 我想歷史會有答案 我想現在很多台灣人也有答案 好 那王毅呢 這個外交部長是提到 這是徹頭徹尾的鬧劇 蔡依依之流 抱著美國的粗腿不放 亡火者絕對沒有好下場 犯我中華者必將受到懲處 好 各位 為什麼我認為他們說的是對的 不是我舔共啊 是因為如果今天裴洛西來 真的對台灣帶來什麼實質貢獻 甚至緩和兩岸局勢 那我幫你按讚啊 我謝謝 我謝謝你 可是有嗎 記不記得昨天 彭博社跑到台灣來 只安排三個媒體提問 C的問題都不會回答啦 第二個問題彭博社問說 你這一攤會帶來哪些實惠 裴洛西說什麼 哎呀 展現對台灣的支持 包含通過晶片法案 希望台灣有公司有機會到美國投資 我真的是圈圈叉叉 還要我們去美國讓你賺台灣的錢 這就是台灣的好處啊 這是裴洛西親口講的 我本來想說是不是年紀大了 記不清楚 結果來CNN今天問外交部 請問裴洛西訪台值得嗎 來聽外交部的回答 這是25年來 傳遞台灣是民主夥伴的強烈訊息 晶片法案為台灣創造新機會 廠商要注意把握 兩個講得一模一樣 只有晶片法案 其他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請問你到台灣來 我有什麼好處 就買武器 叫我買波音 叫我放棄中國市場 去跟著你的晶片法案 然後把台灣的這個 晶圓產業半導體 全部賠死賠光光 這是好處 所以我真的是有過看不起的 我急看不起這些人 那另外當然就是剛剛這個 輝永哥講到的 不歡迎裴洛西就是中共同路人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裴洛西來之前 歡迎國際友人來訪 過激反應沒必要 還呼籲中共懸崖勒馬 還講英文 這名字我就不講了 大家自己去看臉 然後等到這個軍演開始呢 國民黨出來嗆得民民黨還凶 總統府還是在軍演結束後才講話 國民黨講得更快 講得更狠 你看講什麼 嚴正提醒中國大陸當局 包含 立即停止冒失舉措 你個圈圈叉叉咧 我覺得裴洛西來比較冒失啊 你們兩個怎麼不叫裴洛西 停止冒失舉措 然後這位 我也不講名字看臉 可能認不出來 那不重要 來口口聲聲把同胞掛在嘴邊 同胞是拿來欺負 拿來恐嚇的嗎 講說中國大陸欺負恐嚇臺灣人 我想請問一下這位國民黨的立委 我們是美國的兒子耶 裴洛西來說 你怎麼沒有問美國說 口口聲聲叫我兒子 可是有爸爸這樣對兒子的嗎 來臺灣害臺灣這麼危險 把兒子害得那麼危險 又不給兒子錢 叫兒子出去外面跟他打架 然後回家受傷 爸爸又不幫兒子擦藥 有爸爸這樣對兒子的嗎 你怎麼不敢講 你怎麼不敢講 來 如果是這個中國同路人的話 拜登 川普 李顯龍 尹錫悅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 甚至包含布林肯 甚至包含蘇利文 通通都講過 唉 千萬不要來 連葛萊毅都講過 來 通通是中國同路人 我跟會說 之前有人質疑過說 那你說國民黨怎麼樣 我告訴你 我是國民黨我會說什麼 我覺得我超厲害的 我去當文傳會主委好了 對中國大陸請你動之以情 對美國請你睡之以禮 這樣聽不聽得懂 你可以告訴中國大陸說 我們都是同胞 真的不需要用這樣的方式 讓台灣的人民感到恐懼 傷害兩岸關係 懇請中國大陸 可以停止相關的軍事動作 對裴洛西呢 我們歡迎裴洛西女士 但請你注意到台灣來之後的言行舉止 請你注意你的行程 你講的話你見的人 不要有任何的貌失之舉 去影響兩岸關係 或是破壞台海和平 或是造成台灣恐懼 話不會講喔 裴洛西你就只敢歡迎 一個屁都不敢放 中國大陸你就很嗆很兇 不要告訴我 之前有那個留言說什麼 你說要國民黨怎麼做 那我告訴你 我是國民黨我就會這麼做 對中國大陸 我告訴你我們是同胞 今天美國人搞這個事情 台獨就是一小撮人 請不要用這樣的軍事行動 來讓台灣人感到恐懼 這樣會更傷害兩岸的感情 讓兩岸的人民距離更遠 對美國我歡迎你 但請你到台灣來審慎行事 請你注意你的言行舉止 不要破壞和平 不要激化兩岸 不要陷台灣人於恐懼之中 謝謝你裴洛西 那你別人夠 這樣不會講 那不是重點啦 我只要罵裴洛西而已 來來老師 主持人講得非常好 這個國民黨可以真的 認真考慮一下 邀請單身黨去單任 文常會主委 因為他文常會主委要去選縣長 不行不行 又出缺了 沒那個咖槍不能吃那個下油 就沒那個屁股不能吃那個蟹藥 開玩笑老師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來老師 我覺得說真的啦 這個我也不認為這個 我也認為就是說 這個國民黨這次的發言 其實真的是不夠好 有一些支持者很關心的問題 沒有表達出來 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就是說 也有蠻多的國民黨支持者 特別是年輕的國民黨支持者 認為說 好像對於這個跟國際的連結 跟美國的連結 跟日本的連結很重要 這樣子的人也是有 或有一些人他覺得很擔心 兩岸局勢現在這麼糟 但是他覺得可能是因為 這個中國大陸反應過度 這樣的支持者有沒有 有也不少 所以你到底要去反應誰的聲音 怎麼樣把不同的想法統合在一起 這個是領導人的智慧 當然回頭過來講 我覺得這次中國大陸的處理 的確也有他不對的地方 做得不好的地方 這我們也必須承認了 那在前面講 就是說把這個調子拉得這麼高 然後到現在用這個軍事演習的方式來處理 這個我覺得我想大家自有公平 但我特別要講的一點是什麼 其實我個人最關心 也讓我覺得最難過的一點是什麼 就是在這一次軍事演習的同時 前幾天發布了對於台灣的一些產業 對於一些這個食品 經濟上面 貿易上面 農產品 水產品 這些人有不少的企業 都是長期支持兩岸和平發展 支持兩岸這個中道理性的這些力量 他們在這次也受害了 所以我覺得當然就是說 我了解到就是大陸有它內部 很強大的這種民意壓力 它必須要有所作為 必須要對內交代 這個我想大家都看得到 但是問題是說 當你這一出手的同時 你也可能也傷了一些 長期在支持你的人 長期希望兩岸和平的朋友 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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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抵消了你過去這麼多年 所做的一些為兩岸關係 所做的這些努力 其實你看日本 看美國跟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為台灣做了很多事情 提出了很多的善意 但是為什麼台灣人民的這種想法 沒有跟上來 當然我想很多很多的原因 台灣也有台灣自己的問題 但我覺得客觀的來講 大陸在很多時候 它的一些行動 它的一些說法 它的一些宣傳 抵消了它的善意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很客觀 值得我們去思考 那我回頭也要來講民進黨 今天我特別看了一下 總統府的發言人講了什麼事情 總統府發言人說 呼籲全體國人團結一心 朝野政黨團結一致 跟全球民主夥伴一起 共同遏制中國片面不理性的軍事行為 全國團結一心不用算我啦 昏仁哥也不用算 我們兩個不用算 其他你可以算 球數也不用算 老師也不用算 其他你算你算 小滿你要團結嗎 等一下我來講 我來講 你來講 全球民主夥伴現在能做什麼 全球民主夥伴自己都自顧不暇啦 現在除了發表一紙 非常漂亮的聲明之外 還能為台海局勢做什麼 你最有用的就是剛才 這個主持人也講了 輝文也講了 你在裴若曦來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講不支持台獨 你不願意講反對台獨 你不支持台獨 總是美國的政策吧 你堅守中華民國憲法 堅守中華民國憲法裡頭 那個本來就有的 你也一直不敢 公開否認的一個中國 這你應該可以講啊 你為什麼不講 你現在講說 你要跟全球的民主夥伴在一起 這些人除了發表聲明之外 現在是不能夠做什麼具體的行動 所以真正要解決兩岸關係 關鍵還是在兩岸的當局者 沒錯 兩岸的執政者 所以我認為你不要說 對岸有責任 我們自己有沒有把我們自己這一份 該做的能做的把它做到 所以我想這個也是民進黨政府 我們的執政者應該要審慎去思考 如果有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往往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掃描一下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 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 它的 Jason 谢谢大家